刑犯巨检闯红灯落跑 警方包夹成功围捕 事情发生在清晨五点多 台州市警方巡逻时 发现了一辆轿车行机可疑 才上前询问 对方竟然就急踩油没有落跑 原警立刻发布了拦截围捕 追了大约两公里 使用辣椒水才将人压制待捕 警察身份发现 虽然嫌犯才24岁 不过已经有诈欺跟过失伤害 等等三条通气 警方讯后将已请归案 台队长下车用跑的用跑的 白衣男子汽车落跑 但飞毛腿远警也不是省油的灯 沿路向在跑障碍赛 跳过栅栏和花圃 前后包夹将男子拦下 警察身份发现 居然市民通气犯 远警大声喝斥 并喷洒辣椒水 成功将男子压制逮捕 清晨五点多就上演街头围捕大作战 辖区远警徐罗行经 侵害路患黎明路口 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行机可疑 才准备要上前盘查 对方居然就加速落跑 连闯好几个红灯 差一点就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最后追了大约两公里 嫌犯冲进逢大陆停车场 发现无路可逃 才急忙下车狂奔 我不知道啊 他就冲啊 可能他要找别的去路啊 这边是停车场没有路啊 当时男子的女友也在车上 眼看逃不掉 赶紧上城安抚男友情绪 好好配合远警 别再逃 下车狂奔 企图逃影 能遭警方前后包夹 宽散辣椒水 将其压制 来点 人性嫌犯年仅24岁 就有诈欺和过失伤害 等三条通气 这会碰上勇猛的警力 插翅也难飞 索性整个逮捕过程 没有波及其他民众 只有造成一名援警 手部轻微擦伤 经过包扎 没有大碍 借助网易转网易转网声讯 台中报道 好